嘿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得千千 今天不得了了 大家應該有感受到 我最近的廚藝就是越來越強了吧 應該有吧 有稍微feeling到嘛 就是我現在不管做任何東西呢 基本上都不會有地獄廚房出現 但隨著我們的技術在前進的時候 我們設備當然是不能輸人 所以我今天在網路上就買了一些 可以精進我們廚藝 可以讓我們更方便料理的 一些小東西來開箱 究竟它可不可以讓我們更方便的 把東西處理好呢 我是有點外感的啦 畢竟我之前買過一些很累的東西 但不管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香蕉外出盒 我基本上不用開 我就大概知道怎麼樣了 這泡得也太嚴重了吧 來 今天為您展示的是 2023年春夏最流行的香蕉盒 貼在這裡… 拿上膠帶黏起來 這長得滿可愛的啦 香蕉盒Banana 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打開 我們現場也準備了香蕉 欸 它有一個座耶 然後我們來拔一根香蕉 看一下究竟可不可以塞進去 我們不要太虐待它 我們拔它小根一點 我跟你講這種類型的東西呢 我基本上不用用我就大概知道 這種 它好像 我剛剛以為 它塞不進去 因為每一根香蕉的大小都是不一樣的 我以為它進不去 但是它進去了耶 我怎麼塞得進去 我們剛好就補回它 欸 我以為是爛東西耶 結果 結果可以耶 可是因為香蕉很容易壓爛 所以它這個其實是讓它不要壓爛 因為香蕉不是有一些形狀不一樣嗎 可是我就抱持著有一些東西 它就是形狀怎麼特別不一樣 到底要這個盒子幹嘛 結果我已經想要竟然裝進去了 欸 那很實用耶 很實用嗎 你會買嗎 會 你會買嗎 不會 對 對 我也不會 因為真的就帶著就吃 這個好了 它裝得進去 這個的開箱算是滿成功的 就是我們的奇異果切割器了 我有感覺了 因為這個我之前買過 非常的生氣 它這個的教法就是 它裡面有一支刀子 你那個刀子把奇異果破拌之後 把這個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轉一圈 欸 奇異果就出來了 它切出來的樣子它會長這樣喔 方方正正 波紋方 OK 好 我們這樣子打開之後它就這樣喔 這個刀子就出來了 我們先來試試看這個 唉唷 我喜歡這個牌子的奇異果 讚 而且這種五毛的啊 是可以直接吃皮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欸 你吃奇異果不會直接吃皮嗎 不會 不會 那個它還是有毛啊 這毛很少啊 我還會拿那個剃刀 直接把那個皮上的瓜 少一點再吃耶 欸 那這個腸胃很好耶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好 來 我們要學它囉 它剛剛說 先用刀子把它剖半 來 我們要剖囉 這刀子算是滿粗的 切起來 切起來算是沒有很好切 但是還算可以接受 至少你轉一圈 好 它斷掉了 有吧 好 這個刀子看起來 切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不是很利 然後又很厚 所以不好切 我建議大家還是拿菜刀來切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是把它塞進去 好 塞進去 我要轉了喔 究竟可不可以成功 有點爛爛的耶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買的奇異果比較好 因為這個其實我以前買過 這個你就要買品種好的奇異果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如果買軟的奇異果 你轉一圈下來就是爛的 然後如果你買這種就是比較扎實 因為這個牌子的奇異果品質就是滿好的 你就會下來就會比較漂亮 不是啊 汁都流成這樣 我拿湯匙吃不是很好 因為它要做那個啦 水果沙拉 它這個泰式奇異果的大小 但不是我們今天買的比較長 插下去就剛剛好 但如果你今天奇異果買的比較短 就是剛好它比較熟成的時候 它整個爛掉 你整個下去 它那個一轉 因為它這個喔 滿粗的 你一轉它就會爛掉 你看我剛剛切的這個邊邊角角 它就是沒有那麼的力 它就是有點被擠壓到 所以出來的汁 好 所以我給你買下一個 不得了 下一個是我們的蘋果削皮機 它的紙盒還專門為了它 這個機器做了一個紙盒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蘋果削皮機 189塊 本人每週直播 一定會在直播之前吃蘋果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很實用的話 就是會相當的適合我 我們現在目測先拿出來的感覺 非常的 非常的頂強 這個紙盒怎麼會包得這麼隨便啊 這還有組裝耶 你知道這個嗎 這是切蘋果把它切成塊狀的 喔 它買一顆它會附這個耶 這滿貼心的 但是它這個長得有點恐怖耶 你看它這個刀片 很利耶 大家拿的時候要想 喔唷 這個是擦蘋果的 這個我以前有買過這個 然後一切裡面斷掉 刀片斷掉 刀片斷掉 我還有照片 然後蘋果整個人就是架空 看起來就是很像那種寫地址 過去的頭之類會被刊斷的那樣 好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它的蘋果是直接插下去是不是 好危險喔 大家買這個要小心 這… 好… 哇 好像真的有耶 哇 哇… 怎麼會這樣子 哇 好成功喔 哇靠 臭掉耶 臭掉 欸 這可以買耶 這可以買 很方便耶 而且沒有斷耶 真的 而且…等一下你們看喔 它削得很薄耶 你看它這個薄度 大家如果沒有每週吃蘋果就還好 就偶爾笑一下就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每週都會吃蘋果 189塊可以 可以吧 大家都覺得不行 我覺得滿可以的 等一下 那我們先拿來這樣子 哇 這個很可怕耶 這很可怕喔 這滿好可怕 這樣子 我會想要買削皮機 但它可以再做精緻一點 然後可以把這個藏起來 因為我覺得會有點危險 然後但這個我不會買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危險 因為你用力往下壓 它很吃你這個邊邊到底有沒有把它用緊 因為如果用力往下壓那個刀被砰 揹出來 而且呢 下一個就是蘋果的去盒 去盒是去中間那個嗎 對 你幹嘛那麼興奮 感覺很厲害是不是 我覺得它一定會失敗 對 這個 這個 不曉得有什麼用 它是直接這樣子 對 我說真的這看起來超恐怖的耶 因為你看它這個 這個 這裡的刀片 是有點那種不規則的這種 這如果這樣壓到 或是你今天就是 跟人家幾圓的這樣怎麼看 我現在洗完手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真的就直接這樣壓就可以了嗎 我們這小蘋果應該用這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在期待NicheWord的小蘋果 沒有 我看一下多少錢 276 欸 這是今天最貴的耶 來 我們來轉囉 這個會卡在中間吧 這個 這個真的可以嗎 欸 好不好 好像好像沒有油 可以什麼啦 你有看到我在空轉嗎 那品價怎麼樣 這怎麼樣 沒 根本就沒有人買這個 我都是第一個顧客 哇 怎麼會有人買 趕快出貨 我到底是去啊 還是擠蘋果汁啊 你看 這氣泡耶 這我是要擠到哪 這個邊擠邊流耶 你看 哇 蘋果汁 OK 我覺得我們這個呢 實驗就是到這邊 欸 但算是 滿漂亮的吧 好工整喔 你這樣一切 就連旁邊的肉都一起去掉了耶 你看真的拔不出來 那刀片那堵得很好耶 你整個塞不出來 而且你在拔過程中 還可能被刀片削到 好 這個實驗 我們這個276塊蘋果去核器 就是跟大家說 沒事不要買 因為這個除了就是 它沒辦法 真的完整去核之外 然後又會吃掉一些果肉之外 你又怕不知道會有什麼陌生的到你們家 用這個來當手指壺 攻擊力也是滿危險的 所以這個 對 這個不行 買了會生氣 雖然說我們用過了 但是你們也可以在家裡又用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大家如果還想要看什麼開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怪奇小千 開箱怪奇小物 掰 欸 這什麼… 什麼爛東西啊 看他最貴 時尚 大家各位 這是2023最新的時尚 你是手在走的 欸 上班了 今天還好嗎 要不要吃點下午茶 下午茶去點蘋果好了 欸 這蘋果 掰掰 上面 我可以這樣說 這位 還有一聲 有眼影 大険 沒力 打開… 很透露